新北市长朱立伦宣布从元旦开始 要破天荒的推出一个幸福保卫战的计划 只要是18岁以下的学生和儿童 如果你肚子饿的话 就可以到新北市的四大超商去填资料 然后呢免费可以吃80块钱以下的餐点 而且呢你不一定要是新北市民 也不一定要是中低收入户 因为呢只要填资料就会通报社会局来介入 因此新北市说并不担心会有太多人跑去吃 为了帮助饥饿孩童 新北市明年元旦将推出全台首创的超商免费保餐政策幸福保卫战 只要是未满18岁的饥饿学童就能到超商免费吃 只要是涉及跟就读我们新北市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学统 或者是呢虽然不是在我们新北市的这个学统 但是呢它在我们新北市发生极难的事由 而有发生需要饥饿需要协助的学生 我们都提供这样子的协助跟帮忙 超商呢对一次性的部分是提供80元 主打救急不救瓶 只要未满18岁不需涉及新北市不限中低收入户 只要填写基本资料就能吃 而且不必出示身份证件 超商会在24小时内回传登记资料 再由高风险家庭服务管理中心做后续追踪 借此追踪急难学童 但也不是什么都能吃 从元旦开始18岁以下学童就能在新北市超商免费吃80元以下的餐点 但是这并不包括了零食汽水还有含酒精饮料 上限80元是以饭面等主食为主 不提供零食 而且一定要在店内吃 因此如果是一盒25元的牛奶加上50元的国民便当 总计79元就OK 或是两个25元面包加上20元豆浆也可以 难买一碗79元的牛肉面也符合条件 但如果是25元零食加上巧克力和酒 或是可乐布丁加豆干就算不超过80元也不行 目前新北市初估一年经费约200万 预计帮助25000人次协助解决孩童的温饱问题